雷歐聊世紀 天天都不清 大家好 我是雷歐 今天來看亞美尼亞人 對上立陶宛人 這場比賽是帝國戰爭的空心領地 我們先來介紹一下大約出身點位 六挺重方向 染方的文明 選擇的是亞美尼亞人 這邊有一個打鬥看一下 亞美尼亞人他的復合攻堅手 可以破甲單位 可以無視敵方裝甲進行攻擊 這杯槍兵 這個甩尾 刺猴直接拉走 很極限 好 我們繼續講 亞美尼亞人他沒點伐木技術 挖金挖石技術 都有40%的加成 所以他的中後期 經濟算是一個很不錯的狀態 那亞美尼亞人他的騎兵路線 稍微比較可惜的是沒有三級馬鎧 但是他有一半輕騎兵跟重裝騎士 最後 刺猴還是被歪歐的 刺猴給拿下了 他的步兵路線比較厲害 是三攻三防都有 而且他還可以製造出白血劍有 而且他是唯一一個可以在黑暗時代 按長槍兵的文明 那封建時代也可以升級重裝長槍兵 整體來說 YO的這個文明是比較適合打步兵跟攻兵路線 但他的攻兵路線值得一提的是 他並沒有拇指環 所以射擊速度方面來說 會跟其他的有拇指環的文明比起來 會稍微遜色一點 好 這邊有點小心 可以稍微打一下 那他的生旅科技面是全滿狀態 所以後期亞密尼亞人 需要反制對方的工程器 大多數都使用啟命路線 或者是使用生旅路線 去招想對方的投石車 弩炮火炮 好 都是一個很好的決定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立陶宛這邊的文明 那立陶宛這個文明 跟亞密尼亞人的共同點 就是他們的寶兵單位 都有穿甲效果 列提斯可以無視敵方裝甲進行攻擊 而且沒撿一個聖物到修道院裡面 又可以增加列提斯跟騎士的傷害一點 所以立陶宛人在城堡賽時 搶聖物是很重要的事情 好 這一波可能要硬打了 四隻村民打四隻刺猴 但是村民一定是打不贏刺猴的 這邊刺猴直接反殺回去 但是槍兵過來拯救一下 出到了一槍兩槍 但是最後還是被抓掉了一村 小虧了一些 好 被抓了一村之後 後面補下了一個新的模仿 這邊看要不要先吃斑馬 斑馬肉吃的會比較快一點 這邊果子先不要吃 吃完斑馬再吃果子 而立陶宛人呢 他的槍兵跟毛兵的移動速度 也是遊戲裡面最快的文明 所以他的打法會比較偏向於前期的槍矛 前壓或者是打一個槍矛前壓 或者是落馬騷擾 然後在封建時代獲取一些優勢之後 再去城堡時代去撿生物獲得優勢 那這張地圖的聖物分布算是 比較 怎麼說呢 比較微妙的 感覺不是很平衡 YO這邊的聖物居然只有一顆在後面 其他的聖物呢 都是在左側的位置 還有上面這個位置 總共也是有五顆聖物的 感覺立陶宛人是比較好減聖物的部分 好 那YO這邊是選擇了毛兵弓兵 開始往前壓制的打法 他是立陶宛這邊早已有毛兵準備 這邊可以看到毛兵移動速度很快 移動速度是來到了1.06的速度 那一般的速度是只有0.96 差了0.1啊 差0.1就差很多這個遊戲 好 這邊看一下小心 所謂 挖主還是被點掉 怪歐這邊防禦力攻擊力都點好 但立陶宛這邊防禦力還沒有點 好 這裡槍兵要小心 但已經打到驚慌處 這裡就要留個洞給對手走 這感覺是 立陶宛這邊的算小小失誤嗎 好 肉馬過來想要擊殺這邊的工兵 工兵順利的射掉兩隻肉馬 好三隻肉馬全部倒地 這邊的正毛兵開始殺回去了 立陶宛點一下城堡時代 好兩邊毛兵互丟 好移動速度快 好數就是可以及時拉走 有優勢的時候就追擊 有劣勢的話就拉走 等兵力 這是立陶宛的前期的槍矛防守 很給力啊 好兩邊都是穿甲文明 那聖旅部分呢 立陶宛也是蠻厲害的 也是全滿的 所以亞美尼亞人跟立陶宛的共同點 就是 寶兵都可以穿甲 聖旅都是全滿的 那立陶宛人呢 他的打法還是比較偏向於騎兵路線 這個波蘭伊騎兵還有遊俠 但是缺點是沒有三級供的關係 遊俠的傷害還是必須靠自己的聖物去彌補 聖物不足的問題 但基本上只要撿到兩個聖物 就是等於是拿到三公的傷害的意思 所以前期立陶宛人還是要盡肯的去把聖物撿起來 所以立陶宛在城堡時代的打法 也現在有變種 就是直接出青旗兵 他有配這個戰毛兵的路線 青旗兵配槍兵 然後黃金 只有少量幾隻小毛去挖 然後趕快把這個木跟肉全部拿出來 去採支援 這一個打法 那我們來看一下立陶宛有什麼樣的想法呢 這邊有一棟城堡 直接把城堡插在中間的位置 想要來先把中間給站下來 讓自己石頭的採集來源會比較穩定一點 右邊的槍兵中午要解掉了 後面這一坨毛兵還在囉 YO這邊是先率先點下槍兵的升級 可能是認為覺得立陶宛這邊要直上列提斯了 城堡直接蓋在門口 這時候YO才看到原來你在蓋城堡 這時候來騷擾可能就有點不太容易了 這邊還有90% 90%就好了 好的 這邊蓋完之後立陶宛這邊要思考是 到底要怎麼打 那現在對方的 毛兵數量有點多 先產一些列提斯先去抓掉 YO這邊投資太多的毛兵關係 現在不用這些毛兵抓些聰明的話 有點會虧本 好槍兵來了 這邊槍兵升級的很及時 在升級城堡時就可以升級重裝長槍兵 這個效果還是挺不錯的 好這邊點一下輪軸技術 YO一升城堡時代 要選擇攻兵路線嗎 戰毛兵二級射 好槍兵站往前擋 但這邊怎麼在打羅車呢 哇這個第一時間輸出居然打的是羅車 有點虧了 那列提斯一開始傷害就特別高 就十三點的傷害 所以即使不點下一攻打村民的話 也是四槍一隻村民 這個長槍突擊 立陶宛的列提斯是很厲害的 好這邊立陶宛是開始燒了右側的部分 立陶宛這邊只要點下一攻的話 列提斯打村民只要三槍 好這邊就要看一下立陶宛能不能順利 擊殺掉這些單位 好 欸招到一隻槍兵 毛兵想要投生女 生女趕快往後拉 但是立陶宛已經突破崇尾 殺掉了 這些的毛兵 毛兵在下 搞定 那最後拿到這隻生女就不錯 好 現在趕快來撿生物 後面的兩個生物趕快撿了 這邊是單修道院撿生物的流程 左邊的生物還沒有找機會撿 亞美尼亞人這個文明也是 會有產生額外的生物 所以如果立陶宛這邊可以控制住強化教堂的話 也可以去奪對方的額外的生物 所以這張地圖本質上來說 是有六個生物的地圖 而不是五個而已 所以亞美尼亞人跟立陶宛對決的時候 是有點尷尬的 YO這邊的重心就是要守護自己的生物 立陶宛這邊的重點 也是要趕快拿出 拿到更多的生物 獲得黃金優勢之外 然後提升騎兵的傷害力 好 YO這邊是點下了槍兵的升級 護衛技術 增加一下槍兵的移動速度 最後撿了一個生物放進去修造院裡面 戰鬥技師 劍撞趕快繞幹 往後跑 但是復合弓箭手出來了 復合弓箭手是擁有穿甲攻擊的弓箭手 但是遇到烈提示還是有點痛 好 再一下 沒有拿掉 最後YO是損失了幾隻村民 可以展出復合弓箭手之後 最後可以稍微豪達一點 原副弓箭手造價比較便宜 哇 結果這裡也被抓到 但還好有補一個城鎮中心 在這個位置 稍微補下血 生物的部分 生物現在已經撿到了一顆 再往修造院裡面 慢慢放進去 這邊是按了一隻肉馬 好兩隻在巡邏生物當中 好這邊撞到了 OK這個血量掉的有點快 OK YO這邊呢 還是先提供 升級了一個 騎兵鎧甲 對上復合弓箭手來說的話 是毫無作用之處就是了 那如果立陶宛這邊是鐵師提升了一攻的話 打村民的話 只要三槍就可以打死一隻村民 如果立陶宛真的要騷擾的話 這邊或許趕快去撿聖物 或是點一攻都會比較好 在初期的時候 好這裡本來想回頭 抓村民 但是後方有僧侶 現在就撤退 再來攻擊手數量 來到了九隻 後方這隻毛病 最後被獅子給抓掉 立陶宛這邊是轉出了 戰毛病的升級 好第二個生物也撿回來了 娃娃這邊最後是拿到兩個生物嗎 第四個生物在這裡 好這隻獅子 終於被處理掉 娃娃這時候已經過來 抓掉兩隻村民 復合攻擊手 開始做事了 但是立陶宛的戰毛病也已經升級好 而且移動速度真的是跑得好快啊 復合攻擊手的速度只有0.96 跟一般的工兵單位是一樣的 好 立陶宛這邊補下了彈道學 那立陶宛這裡應該是不用再提升工兵鎧甲才對啦 反正有提升工兵提升一樣 把這個科技省下來 可以多按點戰毛 可能會更好 好這邊戰毛病有點擋不太住 那戰毛跟復合攻擊手 兩邊都是互相傷害的 好又抓到了一村 第二村拿下 有彈道學的復合攻 很麻煩 沒法箭矢都打得很準 好這裡立陶宛終於有彈道學了 好一個高打第一 戰毛病完全扛不住 正常來說戰毛病是屌打工兵單位的 但是現在兩邊都是互相傷害 好但是戰毛病有射程上的優勢 7點射程打6點射程 射程來說還是戰毛病比較遠 這算是復合攻擊手的唯一缺點 好後方 得繼續種田 但戰毛病過來應該是能守住 手短沒空 就會原地發呆 讓對方挨著打 好但第二波的復合攻又過來了 YOW的打法比較單純 直接用復合攻進行騷擾 那立陶宛對於復合攻這種類型的單位 要防守下去也只能用戰毛病 當然也是可以用大量的列提斯 或是用大量的騎兵 駝車弩炮防守 那立陶宛沒有選擇工程器單位 而是選擇了戰毛病的路線 好這裡新騎兵過來 呃刺刺吼還不是新騎兵 直接倒地了 OK這裡再直接硬撞 再次撞到戰毛病的臉上 好下方這裡有一坨列提斯的多線殺老 好這邊直接收村 後面直接撤退 好 YOW這邊的復合攻只剩下少量的5隻 這一波殺老立陶宛是完全守住 好現在村民差距已經明顯被打出來了 77村對上96村 差距大約20村 但是YOW這邊是3TC 森帝王實在速度會比較快 那立陶宛這邊是投資了比較多的城堡在的關係 那YOW這邊斷村是斷的有點嚴重 有段時間斷的有點久 好這裡補了一根城堡 那這邊有可能是故意 斷村森帝王 好 好這旁邊再次過來 第三波的復合攻 想要阻止蓋堡 這根堡最後能夠蓋起來 這裡的復合攻 難逃了 好右邊又有大動作 這裡又補了一根城堡 但那個城堡蓋的位置有點尷尬 好像射不太到城鎮中心喔 能射農田了嗎 好還好這個距離是射得到的 好帝王實在補下 現在帝王實在兩邊差距兩分鐘 下方村民 又抓到了YO下方村民 下方村民 好利用實在一號 前方的兩棟巨頭 好就可以趕快產生喔 好歪歪點下帝王實在 這邊是補了真兵技術 好 雙巨頭 這裡應該是補真兵嗎 喔這裡還有一根城堡 好右邊一個補真兵 化學 三級色 現在沒有黃金 現在立陶宛要鎖住城堡 需要搭兩石頭 那經濟來說 現在是立陶宛暫時領先 大約500支援而已 Wild騷擾還是有做到一定的效果 好 好 復活攻擊手 直接衝到了城中心裡 因為這個城中心已經殘血 不能直接收村 好但是立陶宛好像沒有看到 這裡再毛病數量來到了23隻 現在三級色還沒有 化學也沒有 那立陶宛要反擊 亞美尼亞人巨型投石機 最有辦法就是轉出化學跟火炮 他是有火炮跟火槍的文明 亞美尼亞人則是沒有火槍跟火炮 差異性就在這邊 好 OK 那目前看起來 立陶宛人還是想要走奇兵路線的感覺 勝負部分只撿了一個 現在第二個還沒有撿 這邊只單靠戰毛病的話 只能稍微 夾住 奇兵路線騷擾才是重心啊 哇這一波真的是賺爛了 三槍一隻村民 直接炸裂 哇哟 後面沒有看到 村屬下降的有點多 這邊正面在專心工程 後面被偷家 被偷的村屬有點多啊 現在列體式傷害14點傷害 打村屏只要3下 哇 好痛 哇 YO出名書掉的速度非常快 只剩下87吋都不到 这一套玩三级的工兵铠甲也点了 工兵铠甲 不知道是不是 有点点心酸的 可能遇到城堡或城市中心 比较有用 遇到复合攻阵是 点好玩的 不如投资一下骑兵攻击力 感觉会更好 还要赶快把这个圣物捡回来 这种看到上面有圣物了 这边第一时间 攻击的目标是后方的圣物 居然可以把修道鱼里面的圣物给打出来 好 这人前方的复合攻阵手也是 吃了非常多的战矛伤害 战矛这边打复合攻效率还是非常不错 好 一只一只的战矛兵 击杀掉了复合攻阵手 可口阵手数量现在已经不满前线的十只 好 但是这边有非常多个城堡 四个城堡 惨复合攻 效率是非常好 好 我还要这边点下了三级弓兵铠甲 还是要挡一下 两边这边互打 立陶宛这边是转出了火炮 不能战矛 但是现在没有再继续提升骑兵科技吗 难道放既骑兵 放骑兵科技的话会很亏 好 YO这边点下了手推车 跟神圣思想 好 只有火炮可以打巨头 这里巨头要火炮要小心 但是前方有战矛扛住 复合攻跟神没机会 好 巨型托室从右侧慢慢离开 这台巨型托室可能被遗忘 好 右侧这边火炮开始攻城 现在YO村民处已经非常落后了 现在村民处是100村打126村 村民差距25村左右 立陶宛再去补下轻骑兵 最后还是要回头走骑兵路线吗 副合攻能够点掉这台火炮吗 再往前走硬点应该可以 这边想要扭 扭不掉 最后还是被收掉 好 YO这边是补下了宗教狂乐 还有一级的锻造技术 火炮这根城堡 锁住了来犯的战毛兵 好 YO补下了三弓板架 兵工厂 好 这根城堡赶快修理 现在 森旅科技还没有投资 这里是决定要走建兵路线 贝雷特斯 这个科技点完之后 民兵系的血量可以大幅提升 最后可打100滴血的建兵有势 这边战斗技师血量可以高达125滴血 这边最后是要走 战斗技师路线吗 125滴血战斗技师往前 远方五点 埃斯首斯战毛 这边打这些战斗技师 打得有点突破血流 富贝雷特斯在后面射得很开心 但是后方立陶兰人 也是转出了一堆轻骑兵 轻骑兵打战斗技师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跟战斗技师的 他的铠甲属性还是升率 所以他被轻骑兵系列打的时候 血量还是会掉得非常夸张 好 我还要点下了三级攻 我是觉得战斗技师这个单位 要拿来主攻不太划算 是黄金造价60块 基本上跟一只骑士没什么两样 骑士75块钱 虽然食物可以很省 但是我相信亚美尼亚人打到后期 会缺的东西也不是食物啊 缺的东西肯定是黄金啊 好 但这边还是没有放弃使用战斗技师 战斗技师这边开始打出了自己的身价 但是后方七骑兵又来了 这个身价能够继续维持下去吗 好 二攻也点下 牵牵兵的伤害已经来到了最高 这样只缺一个 波兰因骑兵的升级 好 战斗技师直接被肉麻给秒杀 这样交换起来 YO是非常亏的 立陶宛这边很努力 采出更多的肉麻 三级马凯也不下了 但是YO在右侧的进攻并没有停止 还在继续往前 上面部分 开始有守住的迹象 还是要先把一些肉麻 往回投资一下 攻击后方的巨型投尸机呢 这边巨型投尸机能够拿下来比较重要 好 这边肉麻赶快反击战斗技师 战斗技师最后还有两只活了下来 把这边继续缠 战斗技师一直往前推 打完之后还可以自行补血 好 战斗技师现在数量还不是非常稳定 但是YO的黄金数越来越多 反而是立陶宛这边完全断金了 但是臭名书YO也开始追上 两边的臭名书 已经持平 YO的臭名书支援也已经反超了 立陶宛这边只能全部传垃圾兵 弱马配战矛 好 左侧的位置也被受到了骚扰 好 这边部分终于见面完毕 弱马伤害真的是有点差 好 YO开始主动进攻 城堡往前插 去捡你的圣物 立陶宛这边圣物没有捡的关系 赤源量开始被打出来 黄金一直都是零的状态 YO这边黄金可以再继续按 战斗技师越来越稳定铲出 现在立陶宛肉马的部分继续生产 还有战毛兵 让感觉YO控除还是略胜一筹 好 三台巨型偷师机 要小心了 好 十九只战毛 现在看起来是稳定了 好 巨型偷师机重新架起来 立陶宛还有反击的能力 但是黄金依旧没有办法获取到 现在最后一块黄金在入侧 还有前面这一块 可是全部都被WIO给拿下的话 立陶宛应该还是会被黄金兵全部磨死的 来了 17只的 战斗技师 巨型偷师机要是被拿下的话 立陶宛还能打吗 青旗兵赶快上前 反击 战毛兵在后面输出 肉马一致排开 但这些青旗兵寡不抵重 虽然打技师的铠甲伤量非常高 但最后还是受不了 打出了GG 恭喜YO拿下比赛这里 YO刚刚被列提斯抓了大量村民 还以为他要一蹶不振 结果又被他农了回来 而且黄金也依序扣了下来 那立陶宛这边感觉是太在乎左右侧两兵的资源的感觉 或是扩展的地方 正面部分一直没有办法很好控制了 明明立陶宛是有火炮的文明 要控对方独行投射机或是复合弓箭手都是有一定的优势在 那么想到越打越劣势 只能说YO的多线分推打得非常漂亮 右边巨头慢慢往前推 然后用战斗祭司加上强化教堂的堡壘效果 一路往前推进 我们来看一下经济的部分 经济的部分最后是由YO拿下资源上的胜利 黄金整整赢了一倍啊 这个数量真的是太夸张了 好啦 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这啰 那如果喜欢这部影片请记得把订阅 我们下次再见咯 各位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